我们不要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要活在现代 我们就不希望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直要回去 过去 其实原本的故事 supposed to be 古装 就是比较古川的感觉的 但是因为要更加接近人群 导演就说 就把它现代化 但是要如何区分就是神界 人界 跟侏儒界的那一个不同 就我们依照了导演的那个颜色的分配 所以我的concept是神界就是一定很高级的感觉 很高贵 所以在这方面对我来说难度不是很高 但是要去到人界 反而我觉得人界有一点困难 很多时候我们说最简单的东西 反而是最不容易去完成 所以这个当我们决定了某一个就是在人界里面 那个穿梭的那一个风格之后 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诸如其实也是很多movie的蓝本作 sample 就是example 所以其实ok 很多人说这名字很想的导演 只要拿讲导演都是脾气怪怪的吧 但是我发觉 我其实在这个访问前 我只是认见了他三天 三天之三天内 然后我觉得 诶 诶 诶 就是跟我们的teleconference里面的那个导演是差不多一样的 跟我一样也是有点疯的 我是每次觉得很crazy 所以其实我觉得导演是属于crazy的那一群 就是沟通方面是没问题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那个海报的拍摄里 我觉得了 我自己会找到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能够接受的能力很大 就是变成了我有时提议什么 他就说 why not 就是了 所以这个是我是觉得一个会有很开心的一个合作